大家好,我是Aulet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做视频所使用的视频编辑软件 我使用这家公司的产品叫movawi 名字还比较难度一点 这家公司专门是做视频方面的一些编辑软件等等 如视频、图片 都是跟这些有关的 跟多媒体影像等等有关系的 这款视频编辑软件叫movawi edit plus 我们可以看这是它的主页 在这video里面它有的 video edit plus 可以有windows版本 也有mac版本都有 都可以使用 我是使用windows版本 可以免费试用 下载以后到正常流程安装 可以免费试用很方便 我可以看一下这个软件 在视频链接的下方描述栏里 也有这个网站的地址 有网址大家可以点击 进入这个网站 可以免费下载 可以试用一下 打开相应的文件夹 把你之前的录的视频把它拖进去 在轨道上拉多一点 这样每次进度的细节可以看得到 好 这时候我们可以播放一下 看一下 这个我先做了一个数学视频 点击以后 它就已经播放 它会宣传 轻点讲一下 一个数 然后把声音可以降低点 比如说一除以零凌多少 那么如果你看到什么地方 你觉得 我们先从陈法讲起 因为出法呢 好 这里可以暂停播放 都可以 那么我点击这个以后 这里有个有些功能 这是可以调整的 声音可以增大 缩小都可以 然后还有一支输入 输入可以快和慢 Feed out就是渐进渐出 这两个功能 这里慢慢进 这里慢慢出来淡化 淡如淡出吧 或者说 还有一些各种效果 这有些细节 我以后再会再讲 今天就大致讲解题是剪辑吧 初出的剪辑 那么这里我们 到这里 比如说我想要这一段的话 有问题我把它去掉 那么当时录的不好 就剪到一下去了 然后把这个线红色看到没有 冲到另外一个地方 再还剪到 然后再放击线 把这个黄块选中了 那么加delete键 或者剪这个维收站 这个键都可以 就能把它这一段给剪掉了 还可以就能到另外一个地方 你剪到 从那边前放了头上去 最前面 可以吐动 这都是非常方便的 全部合成以后 点这个export 就可以生成 你所需要的视频 起个名字 点start 它就开始 压制你的视频了 把你重新处理过的视频处理了 这里呢 还有些其他功能 我可以看到了 这是一些 过滤吧 一些过滤的功能 你可以拖上去以后 可以看到各种功能实现 这里就有这个效果了 播放的时候 它就有这个效果 OK 看一下 刚才这里呢 自己这种 这个叫什么的 sharp 它更尖锐化 这可能看了不太清楚吧 看了是不是其他东西更好一点 直接拖进来就可以 这里呢 就把它分成 这个一个视频分成四块 很多功能我自己还没怎么用 那以后呢我专门出视频 一点点给大家讲解 好 可以暂停 四种颜色 也很酷的 还这里呢 是转场 这个我用的也 经常用的吧 就两段 如果你把它要结合起来 加个转场 这个软件 就非常方便 非常简单 而且非常简单 我跟其他 我用过一些其他的 一些视频编辑软件 用下来以后 发现还是这个软件最好用 而且功能也最强大的 基本上所有功能 我能想算出来的功能 它都有9提供 这里呢 还可以加文字 各种文字 我一般用简单的文字就够了 simple text 可以 戳到上面一个轨道 这里呢 你可以输入 可以设置颜色都可以 那把这个放到这里吧 明显一点 我用一个双击以后 好 白的看不见 都改了黑的没关系 都可以 打中文 打英文都可以的 然后这里呢 把它改成一个 黑色吧 黑一点的看清楚 对吧 黑的 可以在字体呢 可以放大做小 加出都可以 那我这里呢 也能拖中 这就是说 我有的时候要用 可能画 讲错了 或者修改 屏幕上重新打这个 或者可以加字幕 从这个也都可以的 做成一个字幕 那我看到这里呢 还有stick 这就是说一些特定东西 把它放到上面去 放到屏幕上 那有些小装饰吧 算是一个 也是非常方便的 做好以后 最后这里呢 是一些特效的功能都有的 包括这个覆盖 overlay 画中画 还有是绿幕 都可以颜色转换 logo 这东西很全的 细节以后再讲 那么我这里呢 先大致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款软件 我是跟其他视频片 软件比较过的 其他以前用了一款其他的 但是功能不是太强吧 有很多东西 没有 它这个速度也是还不错的 我看 压制一下 给大家看看啊 比如说我最后提到名 点start 我这里是最 这里可以设置的一些 它的 压制的模式 还有说 分辨率 压制多少分辨率 都可以选择 或者自己定义 也是可以的 这是 帧的速度 这个时候 帧数 它是用什么模式 压制 VBR 一般这里缺制也可以了 这声音 关于声音也可以选择 选项非常多 功能非常强 如果点着start 它一开始进行压制了 这是压的最高的一个 最高分辨率的一个东西 好 这里进度条再走 走到结束以后 它就可以在文件夹里 生成一个新的文件 这个文件 你就可以上传到YouTube 上传到 国内的一些视频网站 都是可以的 这就是今天 给大家介绍的 大概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这个软件 然后我手里用了 Video Editing 视频编辑 非常得心应手吧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